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還有現場的Feshire的這個愛好粉絲朋友們 Say hello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們是Special 我是Special佩迪 哈囉 是Special成長 大家好 我是Special偉晶 欸 我剛剛看你們穿的外套 原來脫下來這麼帥氣啊 對啊 這樣感覺真的很療癒耶 果然跟我們的自然療癒呢 這個感覺已經達到了非常淋漓盡致了 我知道剛剛你們在店裡面 因為我一直聽到有尖叫聲 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們看到你了 所以你剛剛有在店裡面逛一逛了對不對 那我們也來先問一下 Teddy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覺得我們這一次全新的整個概念店 旗艦店的感覺怎麼樣 就是它包含一些希臘的古典設計 然後是白色 金色 然後還有一些綠色的設計 就是很大自然的感覺 很大自然 欸 你講到一個最重要的點了 自然嗎 對 自然 大自然 我希望呢 所有的這一個喜歡人份宵的朋友 就像你們剛剛站在那裡面一樣 就感覺敞陽在大自然當中 很舒服 其實我還有注意到一個 裡面有一面很大的鏡子 欸 果然 欸 你不是男生嗎 怎麼會注意這個呢 還是 我們都其實還蠻愛照鏡子 喔 是蠻愛漂亮的吧 哈哈哈 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你剛剛該不會就在那個鏡子前面 對不對 沒錯 有感覺到了 那另外我們也想要來問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一直不斷的強調 我們這一次的品牌特色是 自然療癒 自然療癒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這個感覺 聽說你們也走這一派系啊 我們請那個成翔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也自然療癒 你們的自然療癒是什麼 我的自然療癒就是把珍珠奶茶戒掉 哈哈哈 是嗎 他們都知道你喜歡喝珍珠奶茶嗎 愛喝奶茶 可是就是前一陣子 欸 怎麼都知道 前一陣子太胖了 所以就是戒掉有糖的飲料 然後 開始健身運動啊 上三溫暖烤箱啊 欸 天啊 完全大改變耶 沒有 沒錯 因為只要會喝奶茶的人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沉淪啊 是嗎 偉晶也沉喝啊 很沉淪 我們現在都喝水 哈哈哈 很自然療癒 欸 他頭癮一刀 對啦 就是喝水加用對保養品是最重要的 喔 對 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 用對保養品 因為我們老師會覺得男生有時候 很偷工減料 有時候回到家連妝都不卸 男生可能 你們可能一定要卸妝吧 一定要 對不對 然後呢 講到這個部分 我就要來問一下那個 偉晶了 所以你回到家會卸妝嗎 喔 一定卸 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是完全 亂卸妝 亂卸是什麼 後來就是亂卸妝 卸一下下就沖掉了 根本一點都卸不乾淨 不夠徹底 所以卸妝真的超級重要 然後 呃 除了卸妝之外 你也要做好很好的保養 像基本的保濕啊什麼的 你可以可以用化妝水啊如液啊 像我們剛剛我們都在裡面逛嘛 它裡面也有很多保濕的系列 都很讚 它也很示範給我們看 擦在手上都覺得很滋潤 哦 瞭解 因為其實你們自己本身 我剛剛看 你們手好像也比較容易乾乾的 對不對 嗯 對 男生好像都會耶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選擇 來自於呢 這個韓國的這個 因為其實 韓國天氣比較寒冷 所以會比較乾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部分的保養 是比我們更獨到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你自己也覺得嗎 陳翔 保養卸妝也是嗎 我覺得卸妝很重要 嗯 因為其實我以前 皮膚 在還沒有上妝之前 我跟小熊的皮膚都是很好 那種晶瑩剔透的 真的嗎 自己講喔 他以前的皮膚很晶瑩剔透嗎 欸 有人家 欸 很緊的 他們也沒有看過啦好不好 所以就是 後來就是發現就是卸妝一定要卸乾淨 不然很容易就會長痘痘 是 所以就是 一定會卸很多 後來可是我發現 卸妝王子是 偽禁 什麼 王子 他是卸妝界的King 真的嗎 怎麼說啊 因為我跟他出國 我們都住一間 對 那我一開始進房間 因為先整理行李 可是偽禁是先把他的化妝包 什麼全部抬開來 認真 然後那個 那個化妝台一半就是 偽禁的卸妝工具 對 化妝的工具 真的假的啊 因為真的怕了 因為以前就是不認真卸妝 所以我現在都超細節的 卸了很多步驟這樣子 還是本身你是所有人裡面 都沒有